俄罗斯特中兵在叙利亚境内刚刚升空一架无人机 就发现了一只武装分子的踪迹 结果面部识别 正是他们通缉已久的国际军火贩子布林娜 此时对方正带着两线油弹和恐怖分子格拉尼做交易 经过一番验货无任何异常 格拉尼直接转账一个亿 不过他还有个要求 要布林娜亲自护送这批货安全回去才能复兴违款 主要原因是他们抓住了一名尾罪的俄罗斯特工 格拉尼深知克格勃的手段 命令手下拉住那人 让他表示诚心 布林娜走南闯北什么场面没见过 果断一枪攻击了那名特工 不远处的俄罗斯特种兵目睹着这一切 气得直咬牙 但一点办法都没有 上级给的任务是活捉布林娜 不准他们上前营救 眼瞅着对方教育完毕就要分头撤离 队长安德利赶紧率领小队超劲道 赶在布林娜出山谷前 一发火箭弹轰掉山头碎石 捉住的虚弱 同步分子虽然作战勇猛 但枪法奇臭 十秒钟不到就被全部消灭 朵兹车里的布林娜 见大师已去乖乖投降 束手就行 抓捕任务到此已顺利完成 小队便撤退便连接上级接应 但他们又突然接到了新的命令 将布林娜移交给当地情报部门 并发送了指定地点 因此改变计划在军队中常见 可跨部门还是第一次 安德利虽然有所怀疑 但也不敢公然反抗 来到新内交接点 果然等来了一辆吉普车 对方准确地说出了街头暗号 并答应他们晚上审问完 就会派直升机送他们回去 到时人质会安然无恙地送回来 晚上八点接应的直升机 和护送人质的吉普车同时赶到 因为时间紧迫 加上过分相信对方 小队还没来得及检查身份真伪 就把布林娜带上了直升机 殊不知此时的布林娜早就被掉了包 飞机刚刚升空 那名人质就不停地抽搐 旁边的队一赶紧给他紧急治疗 一把撕开衣服 这次发现 那人浑身上下绑满了炸弹 安德利健壮果断下脸扔了 等为时一晚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直升机掀翻 坠落在山谷中 六人小队只剩下两人存活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大批恐怖分子就纹身赶到 队长安德利赶紧搀扶腿部受伤的队友撤退 没走几步 队友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他让安德利回去报信 自己留下了断后 安德利见两人行踪还未暴露 坚持要一同进退 两人即刻朝着山里走去 而山下的恐怖分子 轻点一片尸体 未见安德利两人 一怒展开了鞭尸 队友在瞄准镜里 看着格拉尼一枪一枪 打在了战友尸体上 再次请求安德利离开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下场 但安德利还是不愿意抛击队友 两人只好往上爬 不曾想 刚刚到达山腰 格拉尼就从狙击枪中 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瞄准片刻开枪留下了两人 好在这枪打偏了 并未击中 被恐怖分子赶到 双方在山剑中展开了血战 由于事件原因 加上装备不行 恐怖分子一个接一个被干掉 山脚下的格拉尼为了减免伤亡 命令手下掏出火箭弹 对着安德利两人救死一发 剧烈的轰炸声在山谷中回荡 安德利的生死也成了未知数 等到苏醒过来 已经昏迷了整整半年 其他队友也早已经 为附近的村民埋葬 想着自己的使命 他想赶紧回部队复命 想用安全回国 就必须绕开格拉尼 安德利想到了一个法子 他假装附近村民 接近叙利亚政府军 经过一番波折 顺利得到了认可 政府军也把他送到了 俄罗斯情报局 经过复盘调查 情报局知晓了那晚的事情 布林纳早被美国中心局收买 他们从巴基斯坦 弄来了两个油弹 就是当天交易的那个武器 抓捕布林纳的时候 他被CIA救下 这才出现被调包的情况 现在事情过去了一年多 按照时间计划 那两枚原子弹 应该已经制作完成 CIA肯定在近期内会引爆 届时俄罗斯乱罪一团 北约顺势而下 直接攻进来 到时候后果不肯设想 知晓了美国的计划 要尽快阻止他们才行 安全局立刻定制了作战方案 而此时恐怖分子 驾驶着装有核弹的卡车 正向俄罗斯境内赶来 安全局收的情报 立刻出动战机 一边阻拦恐怖分子的引爆信号 一边轰炸他们的基地 随着导弹的发射 恐怖分子尽数被消灭 美国制造恐慌的计划 已彻底被覆灭